上期故事里 千女儿将露娜推下楼梯 千老师不顾来自多方的威胁 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露娜为最终的获胜者 如今获胜者变成两人受害者 大家又陷入新一轮的信任危机和互相猜忌之中 而在本期故事中 露娜的死肯定会被发现 那幕后真凶千女儿究竟会不会被发现呢 刚刚走上正途的千老师 是会大意灭亲 还是不惜一切为女儿掩盖事实真相呢 清雅艺术节颁奖仪式即将开始 大家却找不到露娜的身影 千老师在台上犹豫片刻宣布大奖获得者是露娜 台下的妹妹阿喜了 保安突然冲进来说外面有人死了 此时躺在地上的露娜看到了安娜 她向安娜道歉 希望安娜别怪吴女士 露娜闭上双眼 这时大家都冲了出来一看 死的是露娜 吴女士彻底崩溃 真姨妈还算清醒 不但叫了救护车 还要保安把大门锁死 凶手肯定是学校里的人 真姨妈发现了项链 千老师把项链拿走 以保护证据为由收了起来 此时的千女儿也逃回家里 她害怕极了 千老师问她要不要吃点饭 她说想休息休息 衣服一直脱不下来 剪开可以看到手上的血迹 千女儿想起了不久前的事件 她在冲动下杀了露娜 都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的露娜头上还没有东西 而清醒后的千女儿却跑了 她把凶器藏在橱柜里 擦掉鞋子上的血迹 这才逃回了家 那露娜头上的东西是谁插的呢 竟然还有人补刀 警方来到现场取证 医生把所有人集中在一起 没找到凶手前 谁也不准离开 大人们刚才都在台下坐着 这点可以互相证明 珍妮妈记得好像一直没看到千女儿 千老师说女儿身体不舒服 回家休息了 但没人信她的话 大家为艺术节准备了这么久 怎么会在关键时候回家休息呢 律师老婆提起了千女儿吃药的事 千女儿立刻成为了嫌疑人 千老师极力否认 表示女儿身体恢复后会配合调查 好在这也不是事 有不再想证明的可以先回家了 不久后警方锁定了凶器 奖杯上的翅膀 翅膀插在头上 手持部分还没找到 警方要在学校展开地毯式搜索 千老师表示会全力配合 她一直没把项链拿出来 看来知道项链的主人是谁 五女师还在等待消息 珍妮一家来安慰她 露娜在医院抢救着 那边哥哥在家等朱会长 她怀疑露娜是朱会长杀的 朱会长说自己跟露娜的事没关系 据哥哥所知 安娜和秀莲都是朱会长杀的 露娜的死 让哥哥和朱会长的矛盾彻底爆发 妹妹这时也刚好出现 朱会长从口袋拿出项链 问她知不知道项链的主人是谁 她当然知道千女儿一直戴在脖子上 不过项链怎么会在朱会长手上呢 之前不是千老师收走了吗 原来千老师收走项链的时候 被朱会长看到了 后来接受审问时 朱会长偷走了项链 项链的主人是千女儿 朱会长又搞到一个把柄 与此同时 千老师慌了 项链明明装在口袋怎么就不见了呢 千老师的出现吓了她一跳 她赶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问千女儿的情况如何 千女儿已经入睡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 明明穿着礼服回来 这怎么也找不到礼服 种种证据表明千女儿是凶手 这可怎么办呢 半夜千女儿溜出来想销毁礼服 可不曾想被人拦住了 千老师问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死不承认 露娜是此时活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守住女儿 千老师叮嘱女儿 无论谁问起这件事都不能承认 其他的不用担心 千老师会负责搞定 礼服也由千老师来销毁 千女儿突然提起了奖杯 奖杯在学校的橱柜里 第二天 清雅易高上了热搜 继第一名的安娜死后 第一名的露娜也死了 清雅易高迎来恶魔的诅咒 吴女士的复仇理由多了一个 她觉得警报响得恰到时机 肯定有问题 警察不可信很容易被收买 与其在这等结果 不如去亲自调查 现在的她不相信任何人 露娜一直是支撑她活下去的理由 没了露娜 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一激动晕了过去 那边千老师开始思考怎么守护女儿 给女儿的果汁里放了一粒药 女儿问手机在哪 千老师说手机已经报废 手机里还有她杀害爸爸的证据 怎么能轻易交出去呢 不久后 罗根先生知道露娜的事了 千女儿大半夜的跑出去的事 也知道的一清二楚 千老师正在头疼奖杯的事 与此同时 吴女士和珍妮妈潜入学校 偶遇去拿奖杯的千老师 千老师刚来到储物柜前 两人就冲了进来 吴女士问她这么晚了在学校干吗 无论怎么想 这事都不简单 两人立刻把目标放在橱柜上 一个个敲开 千老师已经做好了破罐子破摔的准备 结果 敲开千女儿的柜子一看 没什么奇怪的东西 千老师松了口气 目光无意中撇到一个人 医生竟然也在这里 医生是来陷害妹妹的 奖杯也在妹妹的橱柜里 吴女士和珍妮妈立刻去找妹妹 千老师问医生怎么回事 手上怎么还有血 千老师把医生带回家处理伤口 原来千女儿给她打电话 她急着开除物柜才弄伤的 不过案发时的警报和她无关 那时的她还不知道千女儿干了什么 现在的她陷入两难之地 一个是亲生女儿 一个是心爱之人的女儿 到底该怎么选呢 她已经用行动做出选择 把罪名嫁祸给妹妹 但这个方法脱不了太久 妹妹很快就能洗清嫌疑 千老师让她清醒一点 吴女士早晚会知道真相 她必须做出选择 而且现在能救千女儿的也只有她这个亲生父亲了 在千老师看来 露娜已经没救了 明天就会宣布死亡 死了的人已经死了 活着的人的继续活着 在妹妹被调查的这段时间 必须造一个真凶出来 这样才能救千女儿 千老师的想法不错 可惜却走错了一步 冤枉妹妹等于得罪朱会长 朱会长手上和掌握着关键证据呢 所以朱会长的决定 关乎这千女儿的生死 奖杯上有很多指纹 唯独没有妹妹的 颁奖开始前 大家在后台合影 妹妹当时也在 珍妮妈记得现场有个项链 上面有很大的蓝宝石 吴女士立刻想起了医生送给千女儿的项链 回家跟医生说了下目前的情况 奖杯上没有妹妹的指纹 而且妹妹也有不在场证明 医生没想到妹妹这么快就喜经嫌疑了 顿时有点紧张 她的小动作被吴女士看在眼里 顿时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但还是希望这是一场误会 希望医生没有让她失望 与此同时 千女儿梦到了露娜 露娜雷向她锁命 差点把她吓死 吴女士来找千女儿 问她颁奖前有没有见过露娜 千女儿不肯承认 吴女士不信 千老师突然杀了进来 以千女儿的状态 估计再逼问几次就全说了 千老师赶忙把吴女士拉走 吴女士不肯善罢甘休 千女儿没有不在场证明就算了 礼服也一直没还回去 这一点如何解释 难道礼服上有血迹吗 千老师好像早有准备 去把礼服拿来 礼服上什么也没有 吴女士已经开始怀疑千女儿了 医生也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快 怎么办 找替罪羊吧 不久后新闻就爆出真凶自首的消息 学校保安 律师老婆觉得不对劲 保安连小鸟都不敢杀的人 什么时候敢杀人了 保安说自己是冲动犯罪 布娜一直侮辱她 她一气之下走向极端 保安的自首对千女儿而说是好事 可千女儿并不开心 因为保安对她很好 她不希望保安当替罪羊 好奇她 对露娜都没有愧疚 对替罪羊竟然愧疚成这样 千老师借酒消愁 其实她也没想到替罪羊时保安 对她来说保安是比爸爸还亲的人 事情越来越离谱了 一帮狗眼看人低的人 什么时候对保安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了 其实千老师还担心一件事 万一露娜哪天醒来了 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 这是在暗示医生去杀露娜吗 医生向千老师保证 哪怕付出生命也会守护女儿 千老师终于等到了这句话 那就去杀了露娜吧 她不去的话千老师就自己去 医生被逼到疯狂的边缘 吴女士去警局找保安算账 她居然真以为保安是凶手 医生在门口看着吴女士 然后默默地说了句 对不起你我的缘分到此为止 这是要对露娜吓死手了 很快露娜的呼吸器就被拔掉 这次应该是真死了吧 不久后 吴女士拿着奖杯去看女儿 露娜真的死了 失去了精神支柱的吴女士 也没有活下去的念头了 准备去另一个世界陪女儿 她拿出一把药 结果还没送到嘴里 就被人阻止 罗根来了 大仇未报死什么死 凶手就是千女儿 不是保安 另一边顶楼来了位客人 处处散发着一股品如风 朱会长也很意外 来人潇洒的回头竟然是秀莲 她上去就一拖乱吻 把周会长吻的神魂颠倒 这到底是秀莲 还是兄妹俩的亲生母亲呢 面对这个闯入顶楼的不速之客 朱会长一时间也有点拿捏不住 赫拉宫殿接下来又会因为这个女人的出现发生什么 也仍然是一个未知 闯入顶楼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 她的出现究竟是阴谋还是复仇 这个女人的出现又会让谁陷入深渊呢 想要知道答案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